近一周以来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迎来了高温天气 虽然不少人能舒舒服服的躲在空调房里 可是对于在恒电拍戏的这些明星们来说 酷暑时节就没那么好过了 天再热戏也得照拍 这就逼着恒电的这些演员 要在片场找起乐子来 其实他们是这样子的 当新鲁在线记者来到新精华烟云剧组时 就亲眼目睹了这一活色生香的画面 李慎你公开把自己在戏中爱得死去 回来的男主角李承炫 推给别的男人 这个仇他可一定得报回来 这波首先送上第一招 八一剑军长 应该里面都已经臭了吧 里面都已经别这样 你可别小看了身为韩国欧巴的李承炫 虽然他平时说中文不怎么灵光 但损起李盛来 那可是一出接一出 就连谈到亨电的蚊子 李盛都难逃一劫 蚊子是大概下午六点以后才上班 我觉得就坐在有很多人在一起 你的被摇的纪律会比较小 不要一个人坐在一个地方 我很招蚊子 所以我们的秘方就是 坐大宋的眼睛 当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看他的样子就比较容易受伤 没关系 就稍微磕了一下 刚不知道是谁在哭 这怎么哭 我很阴朗的好不好 好阴朗的 新闻大线 航电独家采访报道